九合一大选 民进党惨败 总统蔡英文在昨天首度召开了败选检讨会 也透露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后 各部会将会进行下一个阶段的布局 而党内要求内阁改组的声浪不断 内政部长徐国勇开出了请辞进一枪 因为健康因素关系 他已经向行政院长苏贞昌提出了辞呈 不过苏奎仍然希望徐国勇继续留在团队一同努力 另外包括了可能异动的阁员 还有交通部长王国才 戒掉其满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等等 是否下台都说要配合改组作业来办理 民进党大选全面溃败总统蔡英文 周日跟副总统赖清德 隔回苏贞昌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 立法院立院党团总招柯建民 首度召开选后的检讨会议 也拍办府院跟各部会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后 进行下一阶段的人事布局 我相信府院会做最好的考量 也会做最好的安排 省委党的大选检讨小组召集人 郑文蔡没参与是否因为论文案关系 引发联想 而内阁改组已经有阁员开出请辞第一枪 内政部长徐国勇以个人健康因素 向苏贞昌提出辞呈 不过苏贵未留仍希望徐国勇 继继续跟团队一起努力 立法院的背询 徐国勇请假没到游次长代打 其他部长的去留也成焦点 我们政务官本来就是没有任期 而且本来就是要对市政的所有的成果来负责 我们会配合整个改组的作业来办理 等于说在位的缘分 我们就做好每一天 那有没有改变位置 这个就随缘 就以我个人而言 我想在这个工作的每一天 都应该是尽心尽力 也跟同仁们来做后续相关事务的一些规划跟推动 爸怎么开这徐国勇开了第一枪 我不知道 你自己还会想要留任吗 改组调整幅度为何 才能挽回民心蔡政府要展开新局 内阁改组已成定局 记者小米先生台北报道 蒋万安当选台北市长之后 首次应现任市长柯文哲的邀请 到了市政府讨论交接事宜 蒋万安是刻意摆出了尊科姿态 邀请柯文哲当市政顾问 以及出席跨年晚会 没有想到柯文哲直接回应说 自己不当市长 不会出席 请尽量别找他 由于先前柯文哲说了 希望蒋万安确认小内阁人士 才能局对局来交接 在今天陪同蒋万安出席的人员 包括有立委林奕华 是不是如外传的 他将会担任蒋万安的副手呢 蒋万安目前对于小内阁的人士 还没松口 来 我面对镜头一下 切子门口迎接 蔚来市长柯文哲可以拉着蒋万安 往前一步接受媒体合影 最困难的应该是财政纪律 因为大家都很想讨好大壮 尊尊叮零未来市长 蒋万安眼神看着柯P 专注聆听点头 但首次前后任市长公开交接 现场出现小意外 市府幕僚担心投影机光线 影响媒体拍摄 白纸挡光却聚焦开始燃烧 冒出阵阵白烟 家万安还没上任先帝感染枝 但前面拿着礼物合影 柯P招牌种子不小心又生出来 跨年邀请柯文哲更当场打脸 不是当市长根本就不会来 尽量不要找我 希望柯市长可以在 我市政上面永久的顾问 蒋万安摆出尊科态度 但市政难题 尤其大巨蛋和阴途工程费过高 成为蒋市长考验 多少钱我是没意见的 就是你要嘛就一次变足 就不要再搞最佳预算 所以大巨蛋 这个就要考验新市长的智慧 如果六月开始是营运 然后九月 其实最快就可以正式启用 小内阁的人是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底定 大家有煮饭的经验 这当中不能把锅盖一直掀开 江市府小内阁依旧保密到家 科奖政权即将移转 一场记者会 进贤两人执政风格迥异 记者陈武强 高子雅 专虹盛 台北报道 台湾的房价居高不下 连带着租金也逐年攀升 但最近在出租网上面 有民众发现了 在台中东区的一间出租套房 月租金只要四千五百元 但是照片点开来看 让网友看傻眼了 金呼说这是牢房吗 有人说比我家厕所还小 还说台湾是不是要向香港看齐了 不过房众解释说 类似的物件在台中 其实很常见 可能是因为这房子的格局问题 才会让民众觉得像牢房 而这间套房 事实上已经租出去了 民众想租 暂时也租不到了 独立套房里头有对外窗 采光还不错 不过仔细看家具 旧式办公桌 单人椅 单人床板明显有点时代感 不到一步距离就是厕所 这样的套房 你想住吗 不会 有点太简陋了 可加一点钱 找比较好一点的 满下牢房的 感觉密闭 被囚禁 太密闭了 就是很压迫 都那么小间 你要怎么住人 这是台中东区振兴路上的出租套房 屋龄二十多年四五平大空间 包水包店包管理费 一个月只要四千五 甜甜价 播不少温好看的照片 纷纷惊呼 这是牢房吗 比我家厕所还要小 住久了心情会很差 这装潢隔间和厕所一样 这个不行相同价钱 有更好的 看起来比较冰冷是会有 可能格局上的问题 可能装潢上的问题 拍照角度问题 可能会造成就是 造成这个错觉 出租套房引起任意 房仲解释 主要是拍摄角度问题 无垢大小没有想象中的差 但装潢确实老旧了点 类似物件在台中很常见 只用在学区或火车站附近 四千五的套房 询问度一向很高 这套房目前已经出租出去 民众想租也来不及 家中的大门 随意被张贴卖屋广告 已经让很多民众忍受不了了 没想到现在 竟然有房仲业者 是把脑筋动到民众的脚踏车上 有民众就颇文抱怨说 有房仲的用束带 把收屋广告硬是绑在他的单车上头 脚踏车被免费当成了广告刊版 让他实在任无可忍 到处张贴收屋广告 没走两步路边电线杆路灯 甚至是灭火器贴的满满都是 住户无奈自家铁门 也成了免费广告刊版 但有房仲业者似乎觉得 这样还不够显眼 把脑筋动到他身上 脚踏车被绑上大大的售屋资讯 一秒变成行动广告刊版 但仔细看看 这也不是房仲业者自己的车 民众准备骑脚踏车出门 看了超傻眼 抱怨这太夸张了吧 怒劈房仲怎么可以用束带 把售屋广告硬是绑在他的单车上 为了卖房真的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留言开始进行线上教学 该如何反击呢 赶快把广告上面的房价 划掉一个零 或是中间加个小数点 让房仲电话接到手软 还有民众看到商机说不如 就直接贴上车身广告栏出租 一天一千块 加减赚个外快吧 就怕业者变本加厉 民众要投诉还是有管道 可以遏止这样乱贴 广告的乱象 借台北综合报道